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APP的节目 我是美宁 好今天为您进行的是生活APP的单元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国立宜兰大学资讯工程学系黄昭熙助理教授 黄教授您好 主持人你好 我是宜兰大学黄昭熙助理教授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 老师我们知道在繁忙的工商业社会里面 有很多的上班族都想要反扑归正去回乡务农 对不对 那还有很多人也许就是想说 不然我来当个假日农夫好了 不过大家应该都没有想过 我们把传统的农业如果来结合最新的科技 还有现在时下最红物联网会激当初什么样的火花 好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国立宜兰大学在日前在香港举办的这个物联网大赛里面 那么在三大的奖项当中就南瓜了两项大奖 那么一个是前职应用一个是最具创意 而这个作品听说就是跟农业还有跟我们这个智慧型手机 还有我们这个物联网有点关系 对不对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请这个黄教授来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呢 这个比赛其实在香港台湾已经大概举办了四年 那在台湾举办了五年 那在第二年开始的时候就跟香港共同在把各地选出来的前几名 再做一支比赛 那因为我们宜兰大学本身就是算是以农立校的一个学校 所以我在带学生做这些专题的时候 我都希望学生能够用我们在地的特色 去把所学的东西应用在那个专题上面 所以学生变成都会朝这个方向去思考 那我们学校也非常推动精致农业 所以这样子的激荡之下 今年学生就以桌中学学中做娱乐道米 种植体验的一个装置系统来作为他们这一次的专题 那老师您刚刚提到这个比赛 就是最近几年都是香港跟台湾的大学生 就是可以说是优秀当中最优秀的再比一次 对 那可以在三项奖项里面就给他拿了三分之二 那真的是很不容易 那这是今年很特别的一个情形 因为在这四年今年是第一次 对那通常来讲应该都是 他三大奖 创意大应用大跟研究大 应该都是一般来讲都只会拿到一个 但是今年决赛公布的时候 是让我们真的很意外的是 我们宜兰大学的这个作品 居然在评审很难以取舍的情况下 他同时给了我们这两大奖 那算是这四年来讲 我自己是认为学生就是今年的冠军了 因为通常你三大奖 他们这个比赛比较特别 没有所谓的冠军 通常就是你符合创意的 他就颁给创意大 你符合应用的就给应用大 你是属于研究型的 那你是在这所有作品中 比较优秀的还是给你研究大 但是我们今年这个作品是一次就拿下两个 所以在这个 而且比赛的队伍是香港的理工大学 城市大学跟科技大学 他们入围决赛是这三间 在香港算是很好的学校 所以我自己当老师我也觉得 很有三次成就感 同学的作品受到评审的青睐 是好 老师跟学生都很棒 好 那我们还是回归到这一次的这个参赛的作品 好我们大家都会很好奇 哇可以在这种跨海的这个跨国的研究当中 可以拿到这么好的成绩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系统 而且想说 种稻子感觉上 是可以高科技到哪里去 老师要不要来介绍一下 同学在做这个作品 其实他们的发想是 因为我在带专题都希望说 把所学的东西融入一个情境 其实种稻算是他们其中的一个情境 因为第一个他取得的这些实地的 在我们宜兰附近都是稻田 所以他们来到宜兰大学的时候 就发现跟其他的大学比较不一样 周围都是农地 都是稻田 然后都有很多 很多都是什么夜市啊 对对对 其他的都是 对对对 感受不到那种传统的这种乡村 那这一次作品的这几位学生 他们都是从都市来的 所以第一个他们的感受就很特别 那再加上我在引导学生 说你一定要把学校的这些特色融进去 所以他们就开始去寻找说 那我们的专题 我们希望能够应用在 那个跟农业有关的一些环境里面 那当时的发想 就是由他们自己去发想 说因为一般人都很忙 然后休闲活动都是在电脑前面 然后都沉溺在虚拟的世界 然后他们就突发讲说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把这些虚拟的 转成实际的 然后到了等于算是一种虚实 整合的一种概念 所以把在电脑中 我其实同学也设计了一个APP的游戏 透过游戏的引导 让玩这个游戏的人 原来种到这些过程 那我自己是不是可以去种个稻米来看看 所以就可以透过跟我们这边联系 带他去我们这边 那个之前有 这个专题有合作的农家 去让他们体验一下怎么去种到 那种完到了以后 再把这个稻米搬到我们的室内的植物工厂 然后我们简单的 帮他架设了一些感测器 跟webcam视讯的一些系统 然后教他怎么去操作 把APP控制 远端控制的APP download下来 他回到家里 他就不需要再一二再再二三的 再来到这个农地 因为他体验过种稻了 但是他总是会希望知道 他自己种的稻米 成长的经验 生产的履历 所以他就可以透过他手机端的APP 我今天的稻米到底长什么样子了 我把它打开 webcam就会把即时的讯息传给他 如果说发现现在 好像太暗了 他可以去远关把灯再打开 给他足够的光线 如果是撒水太多了 可以有一个排水渣把水流走 类似这样子的远端监控 他不需要再用科技的一些技术 他可以就这样子远关去监控 这些稻米的成长过程 然后甚至收成了以后 他种的这稻米 到底是送到哪个家人 去给他们去食用了 那这样子他都可以有一个 完整的一个生产履历的一个过程 那也可以解决当下最危险的 这种食安问题 对对对 因为自己的稻米自己种 然后自己分种给亲朋好友 谁吃到你种的稻米 其实也很副教育意义啊 所以老师就是从一开始 就是用这种 你们自己去做一个发想 你们想要做什么 然后就你再从旁 就是可能做一些技术的指导 所以同学们 他们真的就到农家里面去做 去捡取库馆 去实际体验了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因为一般来说的话 大家可能会想说 好啊那我做物联网 我们可能就是弄一些高科技的 比如说拿一个手机 然后可以遥控家里电灯打开啊 或者冰箱什么 温度降低啊 好像很少会想到说 那不如我们来种稻子好了 而且这些都市的小朋友 所以就是我一直觉得 现在这一代年轻人 真的那个创意 我觉得我们老师 不应该去干涉 同学在发想的过程 所以我都是希望学生 你先去想你要做什么 就算在黄泥 或者是在 很可笑 都没有关系 你就去想 那到时候我们再慢慢 在专题的报告中 我再帮你们去引导修正成一个 比较可能真的是实物性的 所以这几年代这些学生专题下来 每一届的想法都让我觉得 哇年轻人这一代 我都把他们脑中的这种想法叫脑框 真的是要让他们自由的去发展 那个因为物联网的应用 真的太广了 那它的技术大概就是那几个 可是你怎么把这几个技术都出来 然后变成一个 将来我们可以实现智慧生活 智慧家庭 智慧地球的这种概念 那是很难的 如果说只是由我们 我常常说我们是老一代 对真的 这种应该想不到他原来可以这样用 那整个其实学生的想法真的很澎湃 我都讲很澎湃 他们只是因为你的专题必须要套一个情境 所以稻米是他们其中一个情境 只是稻米的那个价值可能 我们投注的成本跟那个价值比例可能就好像成本太高 但是其实它可以做高单价的植物的那个监控培育 叫什么牛樟枝啊 什么以兰有名的三星葱啊 或者是将军梨啊 这些它都可以去套用 只是因为我们那个有的产期太长 同学也不可能去找到 我们来研究牛樟枝 就要花了一年多半年多 那个所以他们体验是成长期比较快的稻米 那其实这一套整个这样子的那个体验系统 很多高单价的一些种植林枝啊 什么那种都可以把它淘进去 都可以把它做成一个监控 所以我觉得想法只要有一个东西实现 虽然说实现的样本可能比较简单一点 但是其实它的应用价值是很高的 所以今年香港才会给我们那个 最具简直应用大奖 所以它其实不只是一个创意而已 而且你必须对不对 还要能够真的实际 你不能说天马行空 但是最后发现根本不可行 或者说成本高的不得了 那当然就没有应用的一个价值了 我就希望学生在学的过程中 能够学用合一 你做的东西最后是可以被应用的 那这样子的这个创意跟应用结合在一起 我觉得学生自己做完都觉得 搞不好将来会有人跟我们来 商业化应用 对对对 商业化的一种应用 那自己会觉得说做的东西是对社会啊 是有帮助的这样子 好 实际上我们看到现在务农的年轻人 当然有回去务农的嘛 当然还是蛮多都是那种 就是比较上了年纪的 对不对 那有的时候我们看到 比如说台风天 然后他还要去寻一下他的这个果树啊 果园或者是稻田 菜园 然后就会发生不鲜 或者说大热天的可能就会中暑了 可是他不去看又不行啊 那这个时候到底怎么样 有一个比较方便操作的一个方式 可以来等于说帮助他们 我觉得或许这个 未来也有可能做这样的应用 对不对 基本上 会不会 应该现在已经做得到了 那只是说 你有没有必要去投入这么高的成本 像如果说是 以我们有一些远端监控的一些sensor 透过我们的那个sensor network的 这样子的去感测 把这些资讯传回来 其实现在这些务农的这些前辈啊 那个长者 他们其实只要家里有一些手机信号 其实他不一定要先赶到现场了 他可以及时的收到现场 他的农地的一些状况 真的发生太紧急的时候 他们可能在透过 像如果说将来有做到 有一些什么防护棚啊 什么在把它开启或干嘛 什么其实人是应该以将来这种物联网的概念 他物物已经相连了 对对对对 根本不需要人跑到现场去 那只要做了这些智慧控制的一些动作 他其实是可以解决很多 我们传统一定要人到现场的 像刚刚那个主持人也讲说 可能会发生事故啊 那其实他有一些远端监控的机制 他远端控制就可以解决当下这种问题了 老师我们知道就是说 这一次的这个物联网大赛当中 因为很多的学校参加 不想说老师您有什么样的一个观察吗 就大家年轻人这种创意 或者是说你觉得未来像物联网的话 有什么样发展的一个可能性 您的观察呢 以我自己的认知啦 这已经是物联网这种趋势 已经是挡不住的一个 现在的应用的一个趋势了 如果说很多行业 他们有去投入去架设 他们公司相关的一些物联网的一些 智慧应用的一些机制 那其实我觉得逐渐会被淘汰 因为其实有很多事情 透过只要架好一个物联网 自己属于自己local的物联网 都没有关系 但是他已经可以拿到很多 实际上缩短一些人事成本啊 或者是时间管理的一些这些成本 那可以让他公司的产值会提高 像如果说整个 以最近最热门的 如果说整条线 都已经有物联网的一些感测控制 其实很容易就知道哪里出包 就是我们其实物联网最前端 有一个技术叫RFID 它就可以做商品履历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在追它上 其实就相当容易 这一批油是从哪里进来的 那是从有问题的国家 还是从有问题的工厂 然后它中间又经过了哪里 经过哪里 其实统子上啊 或者是进来上面 都有一个RFID的标签的话 其实一读就出来 老师刚刚提到的这一个RFID 就是中文翻译为 无线射频辨识的技术 然后再可能结合这个网路嘛 对不对 还有我们 无线感测网路 对对对 那我们消费者 也许我们就拿着我们的手机 你现在都有一些什么条码 对如果说做好一些身份识别的动作 其实你靠你的行动装置 你就可以及时知道很多相关的讯息 好 老师我们知道说您在宜兰大学 同时也担任了多媒体网路通讯 数位学时 这个在职专办的这个班主任 那老师您可不可以 也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台湾 在发展这一方面的应用来讲的话 您觉得还有哪一些需要加强的地方 您觉得可以再进一步的来进行 其实数位学习 我觉得主任好厉害 因为其实这两个都是我觉得 当下已经是一直在往前跑的一个技术 那如果说那个一般的企业 尤其是规模越大的企业 公司一定要有数位学习 否则你很难去做到 那个员工的一些代职进修 或者是一些行进人员的一些训练 不可能每一次都是 像如果说场分布的越多 分散在世界各地 那你如何对这些工作的人员 做统一的一些算是 你如果说行政发布命令 这样慢慢长 还不如在线上直接就做了一个 很完整的算是教育训练 或者是那个在职进修的提升 或者是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那我们数位学习在职专班 就是提供了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让你在工作的人 你不需要在公司请假 我们就是利用线上 Anytime anywhere 你只要有网路 然后能够上线 在任何一个时间 你就可以把这个课程完成 那要来学校做实体测验的时候 就是我们都会排在六更日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 有别于传统空中大学的另外一种模式 对耶 好特别 而且以前空大的话 是可能看电视 可是你没有办法跟老师做互动 但是我们现在这种数位学习 不是这样子 老师会在线上跟你做 像我们的话 我们都希望要求老师 24小时之内 就要回复学生的问题 所以慢48小时 那48小时其实算是对学生来讲 他在48小时之内 有收到老师的回应 他就觉得说 这个班级好像不一样 像我们在那个线上 常常学生给我们的问卷的回馈 他们就说 我怎么都没有觉得我是在线上学习 我好像在一整个班级在上课的感觉 对对对 所以其实透过这样子的模式 已经改变了很多学习的方法 那以我们自己在执行的成效的话 我们这边的课程还有配合证照的 像有很多考进来的时候 他根本不是我们多媒体网络通讯 这个领域的学生 他可能是个国中体育老师 国中的英文老师 可是在线上透过这样子的 因为线上学习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他可以反复学习 可以重新的去听 他透过这样的学习 我们有一张证照 就是RFID的这个证照 那这门课也是我开的 叫做RFID技术与认证 第一年的时候通过率是93% 到了第二年第三年 几乎是百分之百 这个年我自己都有点惊讶到 大家都好认真 那里面不是有英文老师吗 那里面不是有体育老师吗 怎么会 这个明明RFID算是一个 还蛮专业的一个技术 他们只是透过了这样线上 反复的去重听我讲课的内容 然后题目的解释 那这个题目为什么是这个答案 为什么RFID会怕谁怕金属 然后他们这样就读懂了 然后考证照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像这种数位学习 这成效是有的时候 反而是我们实体学习达不到的 因为很多同学上课听完了 可能回去就不会再看了 也没有东西 也没有教材 让同学去重复的反复练习 那上课如果说一失神 其实也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 这些课就过去了 可是数位学习不一样的是 他听完我们安排的课程 参加了线上的一些练习 跟我们的议题讨论 跟我们的office hours 然后就是办公室间 做一些问题的提问 然后不懂的回去 又可以再重听 像我最多的一个学生 我们内门课线上只有30小时 可是他居然看了380小时 哇 好认真哦 对啊 我就觉得 真的这个数位学习是 我们不能说他可能会取代 传统的全面的实体学习 但是我相信是一个 真的很值得用力推广的 一种学习方式 因为很多人可能不是 一次学习就学的会的 他可能反复两次三次四次 以平均的那个实数来讲 在职专班的学生 通常一门课他都看了120小时 这个我在后台的 学习履历资料中 我都做过 对 我都做过平均统计 好 所以老师刚刚有提到 这个数位学习的这种部分 其实他已经是 把这种时空的距离 把它缩短了 对 把这个学习上面的障碍 也把它降低了 所以等于我们可以 无时无刻的来做这个学习 而且我们大家看看 这种数位的时代 还有这种物联网的这个时代 如果没有跟上这样子的一个浪潮的话 可能真的会落伍 而且可能会落后很多 对 没错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国立宜兰大学资讯工程学习 黄昭熙助理教授 黄教授帮我们谈了这一次 有关于娱乐道 广告媒体验装置系统 在台港的物联网大赛当中 夺得了这个好成绩 同时也帮我们介绍 这个数位学习目前的一个现况 还有它的重要性 谢谢黄教授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